好 第二部分我要介紹的東西 就是我剛才講到這個應該沒有 機率質量函數的一些相關性質 第一個我們看這邊 我們說假設有一個變數X 它其實這個就是手機 X1XN到XN代表說 它總共有N種事件 對不對 會有N種發生的事件 然後呢 這個每一個發生機率 我們要幾個P1 P2N到PN 那第一個我們知道 P1到P2呢它一定是一個非負實數 什麼叫非負實數知道嗎 非負實數一直有意思 代表它應該是正實數 或者是N 這樣子聽懂吧 OK 然後重點是不是這句話 不是 你把那些發生的事件的那個 所有機率全部加起來總和 應該會等於1才對 這樣子 後來齁 就該講到這個所謂的 機率質量函數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 你把所有事件的那個機率 從加一口的 低下是1 超過1一定是不合理的 那少於1呢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N有少糖 但某一些事情發生的機率 想聽懂嗎 後來齁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什麼 叫做期望值 好 什麼是期望值呢 我看這邊其實很簡單 這個期望值 我記得我們在加那個 前面那個資料 資料統計機器的路上交過吧 期望值的部分 主要是沒有 可是那種就加變異數 跟標準差 好像加期望值 好 那看什麼是期望值 一個我們看一下 我們說期望值呢 來為什麼表示 就是1 of all x 好 1 of all x 那怎麼定義它呢 很簡單就是 有一個樣子的空間 我們假設它有N種不同的結果 然後呢 這些N種不同的結果 分別發生的機率呢 分別為P1 P2 P3 一直到Pn 然後呢 這個變數裡面呢 我這個X的那個取得到 那個值的分別是 X1 X2 一直到Xn 好 第一個 我們說 把每一種結果的機率 乘上 隨機變數的值 然後全部加起來總和 就稱為它的 期望值 然後寫成這個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 P1 乘上X1 P1乘上X1 P1乘上X1 這樣 P2乘上X2 這樣 P3乘上X3 這個 P2乘上Xn 好 然後呢 意義就是說 多次操作該實驗 所得隨機變數 這個算數平均 就會接近它的那個期望值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好不好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丟個骰子 丟一點 請問 一點的記憶高 就是1嗎 對不對 欸 假設我就是6分之1 那我總算呢 就是 我們把6分之1 乘上 好 這個 隨機變數的值 X的取值 就是說 我取的這個 一點的記憶 6分之1 那假設我 我就 我丟了100次 然後就有 其中發現到說 6分那個 一點的那個 次數呢總共有 10次好 那我們就乘上10 這樣子 回來齁 然後呢 兩點的記憶呢 多少 是不是有點6分之1 結果發現到這個 什麼東西 他這個發現到 他這個 出現的狀況呢 真的是可能比較少 是出現了24 那就是乘上了20 聽懂嗎 你說我出現四處 去乘上什麼東西 我的這個 幾率 算出來 只是我的 單定的世界的希望 可是全部總合的話呢 不是我平均的什麼 期望 這樣聽懂嗎 因為我怕你打這個公式 你可能看不清楚 那我怕你打這個公式 那我怕你打這個公式 P1乘上X11 P1就是發生這個事件的幾率 好 乘上什麼東西 就是 變數X10的取值 這樣子 就是我 我可能丟了140 那140裡面 也到底出現 那次數部分 你是幾次我一共的幾率嗎 這樣子 回來齁 那出現的總合 加起來的社會什麼 期望值 回來齁 那其實真正的孩子 一定要告訴你 其實這個公式 這個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在學期望值的時候 不是 你現在如果你在玩那個什麼 呃 別想玩 不是說你有沒有在做一些公益活動 也去買一些樂透的話 它是有所謂的期望值的 你記得我可以講過一個例子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好不好 舉個例子 真正講的期望值是說 譬如說我在賭博的時候啊 好 我們說 這個 我們把 莊家所設計獎金稱為這個 隨機變數X10 然後呢 這個期望值 X10的就是 賭客呢 事先多 多次的評估 這個玩的平均報仇 好 我舉個例子好了 呃 比如說 好 跟那個 別講什麼 比如跟小明 跟小明 跟小明 那我們來玩這個 玩這個遊戲好不好 我們玩那個樂透 我們叫做 可愛小樂透 那如果說你的號碼 就兩個號碼 1122號 然後我們來賭 然後你每次賭的時候呢 你買 你買張那個 彩券 要五十塊 一三次給五十塊 齁 然後呢 號碼就1122號 再幫你選 好 如果你選中了呢 你可以拿到的是 整個 七十五塊 好 七十五塊 對 那請問你 你覺得 你去玩這個股票啊 你是 好不好算 應該指定你的 去做這個投資啊 你覺得指定你的 聽懂 我出的這個遊戲演出的規則嘛 就是說 我們 就把兩個號碼就好 比如說那個 加一個什麼樂透 39個號碼太難 太難中了 你每個號碼就好 1要跟22要亂選 那我說你每次買的時候 你要花五十塊 那你中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七十五塊 好 該不該買 當然是不該買 為什麼 你去想看看嘛 如果你 你買了1號 就這樣講好了 呃 應該這樣說 最賺的方法是 什麼方法你知道嗎 我兩個號碼我都買 那我是點 百分之百中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想 你就買人的號碼 就把一家根號 各一張 欸你解中好了 可是問題來的 如果你的號碼是一號碼 你真的中了 那請問你 你的期望值是多少 你知道嗎 好第一個 第一個機率 你你 那你中一號機率是二分之零 所以是解二分之零 對吧 好那你的那個 中了機率 欸你中了之後 你可以拿多少錢 看起來是七十五塊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你就拿多少錢知道嗎 二十五塊 為什麼 因為七十五塊裡面呢 有五十塊是你的成本 你一定要買到 你是把他扣掉 所以事實上你就知道 你只有 二十五塊而已 對吧 好另外一張二號的 你買了二號你沒中 對不對 好一樣機率是二分之零 對吧 那請問你 你的期望值是多少 應該是負五十吧 因為你不是在成本 就付出去了 對不對 好你兩個相加幾個不錯 兩個相加幾個 一個是不是 十二點五 一個是負二十五 所以結果呢 是不是變成負十二點五 所以對於你而言 如果你兩張都買的話 不論開哪個號碼 你都丟是十二點五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對於莊家而言 他開這樣的盤呢 他基本上是穩算不賠 只要有人買 他就會賺 當然你說如果挖一個 那種很倒楣的情況下 有啊 就是一百個人 通通買一號 啊好死不死抽的那個號碼 剛好都是一號 那是虧的 對不對 可是對於他而言 你想想看喔 對於莊家而言 他虧的只有虧多少 你知道嗎 他其實一人當下 還只虧二十五塊而已 一萬一先把五十塊 先拿進來 所以他付出七十七十五塊 這樣你聽得懂嗎 啊當然 我可以講簡單的兩個號碼 如果挖一個是那種 三十九個號碼 四十九個號碼 他的難度當然會更高 為什麼 因為他的機率又更低 就不是二分之一 可能是幾百萬分之一 好 你去想喔 幾百萬分之一 想說你中的話 你中的話是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就 題目簡單化一點 一個號碼就是一百萬分 六個號碼就是一百萬分之一 結果你中了之後 你可以拿一億 請問你 這個一百萬分之一 你拿一億 其實你的那個 期望能多少錢 你知道嗎 期望能其實只有一百而已 因為一億乘以一百萬分之一 只有一百 對吧 好 但是呢 你要花多少成本 你知道嗎 如果你 你只買那張那個彩券的話 你要花五十塊成本 對不對 那你平均算下來 一百千五十 所以那個彩券公司而已 他就 每一張 如果你真的中的話 你真的中 他就虧五十塊 我的意思是說 所有的人 都買同一組號碼 拿到這組號碼 他真的中了 他每一張他你都也是虧五十塊而已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他還去用 很賊的是 這 譬如說一億有沒有 如果有十個人中 還是這十個人去share一億 聽懂嗎 所以對他而言 他基本上是很重要 而且買個人越多 他賺越多 為什麼 並不中的基金更高 因為你有一百萬分之一會中 這代表你會有一百萬分之 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 是不會中的 對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你的期望 OK OK 好 這個你把它看一下